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跟王金平 是的 然后跟柯文哲 他们一起有一场10月25号的一起 就是好像彼此之间要合作的这样 那今年没有了选举的因素之后呢 国民党扩大庆祝台湾光复节 然后可是民进党呢就批评说 国民党你庆祝台湾光复节 你就是跟中国唱贺 你就是跟老共唱贺 你是跟共产党唱贺 然后目的其实就是要推销一宗这样 所以马英九就批评民进党 回去多读读历史 读历史是有好处的 但是马英九讲的是没有用的 因为台湾光复如果民进党要 要正式或者说呢 接受台湾光复呢这个概念 民进党的史观就必须要调整 他的史观就崩溃了 他的史观就崩溃了 就是他现有的史观就崩溃了 他的那种就是说呢 努力的告诉了跟洗脑台湾的台湾的老百姓说 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呢 是从一九四九年之后才开始的 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都没有关系这件事情 就崩溃 可是眼前对民进党来讲 我觉得民进党错过了很重要的一天 其实对民进党对蔡英文来说 如果要让两岸之间呢 从一个战争边缘呢能够缓和下来 我认为十月二十五号比十月十号更重要 如果他在十月十月二十五号 我我宁可希望你蔡英文去纪念 十月二十五号的台湾光复节 你可以不需要呢去大规模的去庆祝国庆日 因为国庆的你们演很多了没有关系 可是十月二十五号的台湾光复节 是关乎到台湾的历史叙述 对有关于台湾的历史叙述的 那个史观的调整就会在台湾光复那几个字里面 你到底接不接受台湾光复重回祖国怀抱 这种的民进党认为 其他的脑袋里面政治不正确的论述 当然对很多的民进党的这种的里面的皇民 民进党里面的皇皇民后裔很多了 他们的他们的论述里面那一天什么叫光复 那一天他们的王王国的日子 他情感上不能接受 可是今天两岸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如果你仍然是这样子一个调子 而且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历史的事实的话 那两岸是没有解只会更糟 而且其实也是扭曲自己台湾的历史 当然是啊 因为无论如何一九四五年就是台湾光复 然后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然后两岸分治 其实基本上这至少这四年的时间 两岸完完全全同属一中啊 是啊是的 至少这四年啊 到呃你如果如果有了解那段的历史啊 你可能会对民进党来讲 我觉得有一点还算公平 就是当初不管是不管是帝出降书的 或者是接下降书的那两个人 后来都死于非命 对啊 日日本的他最后一人台湾总督 日本的大将的安藤立即 后来呢在上海他被帝送到上海 要接受审判的时候 在牢里面有人说自杀 有人说被被暗杀 总而言之氢化物就中毒死了 而另外那个呢在接降书的代表 代表国民政府收降书的叫陈宜 陈宜 陈宜后来呢被被国民政府给给枪毙了 好那个事件他当中最少他所铺陈出来的那段的历史 从这两个人的悲剧你就知道 他真的是一个一个大时代当中的悲剧 可是今天走了七十几年之后到今天 面对台湾光复这四个字 民进党要如何去诠释 他才是两岸之间合战的关键 对才是两岸合战的关键 所以不是国民党怎么纪念 不是共产党怎么纪念 重点是你民进党怎么怎么纪念 民进党要不要接受台湾光复的论述 你要接受的时候你的史冠就必然要调整 其实这一点就是很荒谬 他一再的讲说说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 但是他自己不去正视中华民国的历史 当然哦 那他要怎么去跟对岸谈说 两岸分治这件事情 他最终两岸中国人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 他因为不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历史 他其实连谈的基础都很难啊 这就是为什么10月10号蔡英文唱软调子之后啊 我觉得已经没有用了 10月10号的软调子就是告诉你已经没有用 因为从北京的角度来讲 认为那只是你的话术 就是没有互信基础的时候呢 你那些话术就不话术必须要有互信才有用 我才能够接受说你这是善意的 所以你换个方式讲 但是如果没有互信 因为这套你演很久了 所以我已经不相信你 那北京的判断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那确实是一个话话术 民进党基本上面碰到北京的时候 就会讲中华民国 可是他对国民党不会讲 他对国民党台湾不会讲 台湾是不会讲 他对台湾2300万人不会讲 所以民进党的所有的官式的宣传 一样是内外有别啊 你何必去笑共产党的就是一国两制 那你总是笑共产党的九二共识 是内外有别 只对台湾讲九二共识 对国际社会不讲九二共识 民进党也是一样 你只对大陆讲中华民国 对台湾是不讲的啊 对台湾的时候 你讲的是台独是台湾共和国 那这种的论述的方式 北京难道难道不懂吗 你基本上面呢 就只是内外有别的拿中华民国 当你的当你的保保护伞 当你的护身符遮羞布 然后呢去跟北京打交道说 逼着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 我为什么正视中华民国 因为你都不正视啊 如果民进党今天 从台湾光复这四个字去下手 我之所以很重视这四个字 民进党如果能够处理台湾光复 我认为两岸甚至两岸三个党都有解 但是民进党如果不能处理台湾光复就无解 今天已经过了 但是明年要好好庆祝 因为搞不好没有机会 我们先来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民进党也不是没有在历史论述上面转弯的 比如说像823炮战 有啊对没有错 823炮战60周年啊 那个是201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60周年 60周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希望 蔡英文是不是能够去纪念一下 823炮战 因为当你去认真的去面对战争的时候 你会努力寻求和平 结果呢当时这个民进党的发言人 徐家青就说 这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的战 跟台湾无关 所以那件事情其实就定掉了他们在当时的史观当中 对于两岸之间目前的状况 都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事情 跟民进党无关 但问题是隔了两年 你看到蔡英文反而扩大跑到金门去 然后去谈823炮战 这个时候的823炮战对他来讲 不是面对战争去寻求和平 而是告诉大家说 哎呀两岸曾经打过仗 是的 这是这又是一个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论述的基础发想不同 而产生的纪念活动 那时候哎突然之间不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打的 又变成是两岸打的仗了 2018年跟2020年在金门的金门的就是说 蔡英文的不该缺席的时候呢缺席 不该出现的时候的出现 那个是一个经典的对照 那凤丁刚讲的很好了 就说823 呃 因为两岸之间从台湾的视角来讲 有几个日子是重要的 但是民进党向来呢都装没看到 一个呢 一个一个一个是呢 你可以说是七七事事变 OK 民国26年7月7号 民进党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就是台湾光复纪念日完全没有没有反应 再来就是823炮战纪念1958年完全没有反应 那2018年是60周年 蔡英文那个时候是总统 那年的是地方选举年 蔡英文调子是非常硬的 那一年蔡英文否定了九二共识 因为韩国瑜是扛着九二共识的大旗参选的 蔡英文彻底否认 而在台北市呢面对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蔡英文也是全面的否认 蔡英文是带着城局出来全面的否定了两岸一家亲 他是从一个政治的跟民族的角度来讲 彻底的否定两岸之间有任何的关联性 那是2018年蔡英文 所以金门他不去 后来是谁去 颜德发去 颜德发是国防部长 颜德发当然是要去的 那颜德发去的时候 颜德发这里可以出来讲 那一年在金门的时候 金门人是怎么跟你说的 颜德发要不要出来讲 那一年的老兵是如何哭哭啼啼的 告诉你颜德发说你为什么要要为虎做仓 你为什么呢 要帮着蔡英文来否定了他们对台湾的贡献 为什么 六十周年你你不去 六十二周年你你你来了 六十二周年 而且呢是在是在美国的美国的在台协会的 就是台北办事处的处长 历英杰的陪同之下 以去那个地方呢 为两名的美军的美军的中校扫墓 八二三你是去为美军扫墓的 只有那张的照片历英杰在那旁边的时候 蔡英文才敢去金门 他不是去纪念那些的那些受苦受难的老兵 跟金门人 他是为两个美国人去扫墓的 六十周年不到六十二二周年照没有关系啊 今年是七十五周年的台湾光复节 你不到七十六周年可以来呀 那小龙其实你会觉得说 他六十跟六十二周年是不一样 我觉得他六十跟六十二周年是一样的 我的解读是一样的 就六十周年他是否定战 否定那场战争跟台湾民众有关 但是六十二周年他想要促成的是 台美曾经共同对抗中国大陆 是的 他要去促成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坦白说那个时候 美军有没有参战 他没有参战 他没有参与战争 他有协助运捕 但他没有参与战争 但他可以变他夸大成为说 台美共同防御 其实他是要夸大 那一个台美共同防御的印象 所以跟那个六十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能够从战争当中学习教训 到六十二周年他不是学习教训 从六十二周年他其实是要鼓吹一个 台美共同防御的一个观念给台湾民众 其实另外一种洗脑啊 但那个那个洗脑当然是 会有点效果 成功的 基本上是一幕戏嘛 对啊 那你可以看今年的八二三到今年的十月十号 蔡英文在八二三的调子 跟十月十号的调子又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有不一样 因为从八二三到十月十号的这段时间里面 整个的九月份就是呢 解放军呢大举的在台湾周围出现的时候 八二三呢蔡英文讲完话之后 九月份的两岸关系呢急转直下 到十月份的时候呢 仍然是这样的情况 九月份我们知道918跟919 其实就距离八二三炮战到京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九一八九一九两天的时间呢 几乎各有三三十架次的解放军的军机 来到了台湾的周围 当然台湾还是惯性的 台湾绿美的那个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去西南角 运巴昨天又来那是做做样子而已 可是你可以把那些动作当做是呢 对台湾的某种的挤压跟试探 就像呢今天的媒体都还在讲 前天晚上两架IDF呢半夜升空的时候 台南人呢下下的要要死 因为一通常这种的紧急升空 不会在这晚上的时间 因为那种的音报是大家都受受不了的 战机起飞的时候那个音报声量是非常大的 对的那所以呢 两架IDF起起飞的时候 还必须要呢台湾军方出来呢 道歉说说明说啊 请大家呢要如何如何 但是他都他在告诉你台湾社会 现在呢像闻到那种战争的味道 其实是很紧张的 是觉得是要出事情 823到10月10号 两岸关系急转直下 但是10月10号 蔡英文唱了软调子 到10月25号 这半个月里面一点用都没有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处理台湾光复里面的史观的意涵 两岸是无解的 所以你希望他明年能够 能够认真的面对台湾光复节 而且请不要有背后想的是说 啊这背后又有什么样子的台美合作啊什么 就纯粹认真的去面对中华民国历史这件事情 你希望他是如此的 我希望但是不可能 我说就是从一个我们过去 我常讲我们过去在念冲突理论的时候 冲突理论呢我们念最多的 就是美国在冲突的在面对到冲突情境的时候 美国的决策的模式 他会有一个模式不同党都一样 他会有一个模式 那个呢是一个国家性格 就像我们在看到呢 古巴飞弹危机 那个是你研究美国的 面对危机的决策模式的典型 那同样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呢 去研究呢 就是说共产党 就是北京的面对危机的决策模式 那他一定会 北京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他会不断的在语言上面升高 在升高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要去判断他的语句 所以北京有一些的语句 他不会随便用 我们之所以说你听到物谓言之不遇的时候 你不能掉一些清心 因为北京已经在不断的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训练所有关注北京的危机决策的人 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就说 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那你看到汪洋讲的人治意境 你看到人民日报讲的物谓言之不遇 你看到习近平讲的那种的 几乎是在要求大陆人做动员准备 你今天呢在广州呢在武汉呢都开始重新听到了空气警报的声音 透过媒体去放送你认为那代表什么 那比在在台湾听到两家爱店半夜升空的那种的惊悚感 可能还要更让你惊悚吧 武汉都在放警报呢他们都好久没有听到了 所以两岸之之间当然是朝着准战争状态 你回头去看了震惊龙凤沛过去的视频里面 我们下的标题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讲 我们最近经常讲只要有讯息我都会告诉你 但是很遗憾就是整个事态还是朝着糟糕的方向走 没有一点点缓和的迹象 在我们进入下个话题之前我有一个感受 其实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看历史的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书籍 以及他的文件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 你知道其实在对日抗战开打之后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台湾就有很多的请愿团 然后就会跑到南京啊跑到重庆啊 请愿什么就请愿 既然中日开打了 希望呢那个时候中国能够把台湾收回去 对 一开始的时候呢 蒋介石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放在他的行事历程上面 因为讲真心话 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战争其实都是不利的 你是利用很大的那一个国土的牺牲 然后去换取了时间换取了消耗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才稳定在了那个大后方 重庆 后来大概是一直到了1941年 那因为美国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太平洋战争开打 这时候蒋介石才认真的开始思考说 那这个时候收回台湾是有可能的 所以 一直等到1941年之后 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去准备收回台湾的所有相关事情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那是台湾人很大比例的一个心愿 然后一直一直请愿 一直请愿 一波又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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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真的是去很多地方 是 花很大的力气 我觉得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对 会让人唏嘘不已 所以在政治上面 我觉得史观 史观 史观简单讲的 就是 你错误的史观就是这种洗脑 所有的政治的冲突 经常都是因为错误史观的洗脑 那我说大家也不要把问题谈得很复杂 我觉得民进党如果要去思考 就如何化解 现在两岸的紧张关系 我就可以从台湾光复那四个字开始 就是你如何认知 台湾在1945年10月25号 所发生的在台北市中三堂的那个典礼 那个典礼代表了什么 那如果你可以摆进你自己的历史论述里面 去论述那一段 那我觉得两岸就有解 明年民进党要如何去纪念台湾光 如果还有机会 如果还有明天 这个是雪月的歌 如果如果还有明天 那就应该去思考这件事情 而今年看到国民党在扩大庆祝 国民党当然知道这个呢 是他的是他的政治资产 而北京的也开从擦边球的方方式 北京当然他有个口号他没有喊的 但是我听过的 就就是那什么叫台湾光复 有一天我们要台湾再光复 那个是北京的立场 但是重点是民进党的立场是什么 民进党是用酸的 民进党是用抹红的 民进党是用否定的 民进党的那个酸抹红 跟否定的背后是你的台独论述 是你认为呢 十月二十五号这一天是你的悲剧啊 而不是呢你的脏灯劫才喜洋洋 光复歌而大家唱 因为大家唱的歌不一样 调子不一样 就无解只会越糟 好 好